这个班长伯在家到底有多气人吗 怎么你在家就不气人 你在家平时怎么就是贴心 就是体贴是不是 本来就是啊 嘿嘿嘿嘿 对啊嘞 对我平时我在家生气 我都是自己气我自己 我在家我自己删我自己耳包 首先我就是一直说 刘明达像个老黄牛一样 他真的特别特别的酱 在这个口舌的争红上 我这个人就不能认输 特别的跟别人酱 嗯 他都明知道我这一点的 他就 你也得跟他酱 对就你也跟我酱 他跟别人啊 我都敢去合我说话了 但我好像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搬到国了 我现在是没拿了 我们俩都很快没回来 哎呀好热呀 今天成都怎么那么热呀 咱们比下面都热 那可没有 肯定还是下面热呀 那你往前在下面有那么热吗 有啊 就是成都热 肯定是下面热 去年下面哪有那么热 就是有那么热 就是成都热 下面热 不行 你就得跟我说成都热 那本来就是下面热 不行 必须说 你又让我不开心吧 必须说成都热 下门热 成都热 下门热 我没错 我才不像你这样的 你为什么这么提我 咱们要 就是讲科学讲道理讲事实吗 你快点给你对象讲科学 讲道理讲事实 说这样 爱死你了 他就是总会在洗完澡 或者有时间的时候就这样 哎呀 没有眼袋给多穿呀 然后今时不同往日了 现在林达不是已经没有眼袋了吗 我以为这种行为在我们家就不会再发生了 大扑特措 我跟你说 林达现在就是在镜子前面的时间比原本还要多呢 现在是怎么样的 没有眼袋可真帅呀 真他妈帅 哈哈哈哈 哎 哎宝贝 你看我没有眼袋多帅 皮肤多好 你看看我 这哪像二十度啊 哈哈哈哈 你看我一眼 这怎么气人了呢 一天问你八百回 你看我皮肤中那好不好 你又有眼袋多帅呀 你又开始夸张了 刚才我们还要换场景了 我玩手机 我正玩的 我都不知道林达从哪 就掏出个镜子 我玩了一半就不玩了 这没有眼袋也太帅 哎 不要玩了 你看 你看这镜子的 哎 这没有眼袋怎么算 这镜子从哪 是为了你告诉我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这正常人 谁会在床上 放个镜子 你告诉我 放飘床上了 哈哈哈哈 你放在这儿 没事拿出来自己照 是不是 你说这不凡人吗 那你表演的就是 太夸张了 怎么看了 我可没有砸枕头 我这些话 你问我了吗 你真心 你这么的弄死我 你坏一个你都 他总在背后骂我 我可你 哈哈哈哈 这两个人 他怎么背后骂我呢 他就是把不出声 在背后强人骂 跟你学的呀 我承认 这些运动呢 确实是 就是在我们家 我先发起的 但是我玩几天 我就玩够了 我就再也不用这招了 Lumina 就是跟剪着宝贝一样 可算是学会一招 他就特别的持之一行 你现在老好牛一样 该说话还是不说话 不该说话的时候 一句接一句 都堵不上你的嘴 你又骂我了 我没了 我都感觉到了 那我骂你啥了 你重复一遍 为什么每次都没得让我给你重复一遍 啊 因为我没骂你 死了 那我骂你啥了 你重复一遍 你重复一遍 那就是没骂你 你觉得我重复悟出来 就代表你没骂我 嗯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啊 下面我要吐槽的这个点 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生气 并且不能够理解 我们两个有的时候会接一些推广嘛 对吧 大家就是仔细看我们两个广告 其实就能够发现 我的胎死亡比他多很多 两倍还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脑子 我就是这个记忆力吧 极其非常的差 是容易嘴瓢 一句话呢 我们两个就拍数十遍 那我们也很夸张 然后呢 今天呢 我们就随便举一个例子哈 这样的一个台词哈 这是刘娜的 琥珀玉露之地 不粘腻也不刺激 你们来看一下脚本 好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哦 好 来 三二一 走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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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一眼 三二一 走 啊 啊 玉露之地 琥珀玉露之地 粘腻又刺激 琥珀玉露又刺激 琥珀玉露之地 不粘腻又刺激 听讲啊 事儿可能是什么事儿啊 嗯 但你演的 包括你这个语气神态 包括你这个演表演的方法 就是不太对 怎么不对啊 就是一个夸张的方法 我演的 吓死了 吓死了 我简直给大家看一个哈 啊 拍推广的 赚钱的 我都恨不拿这个相机 我就 不知道哪天哈 哪个同学 就非常的记几句圈儿的 就是 琥珀玉露这样一项视频 意思就是呢 伴侣呢 越骂他越笨 嗯 就是这么一项视频哈 好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演绎 我是琥珀玉露 我们这个事情呢 就发生在 就是我刚说完它以后 开始了 你就说我吧 你越说我越笨 你越说我这个脑灰痣就坏了 以后我什么都不干了 就你干嘛 以后我再也不说话了 你就说我吧 我现在这个脑子转不过来 全都是你说的 全都是你说的 周远你 你的演技又有点用力过猛了哈 我没有 更能够活 不要说它 这就 我不是不要说的 接着吐槽吧 这也不是吐槽吧 我说的反正也都是事实 有的时候呢 明达哥呢 是一个极其自信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这是一种变相的POA 你是班兆伯 我让你拿了哈 你讲的可真帅啊 这个时候周远是不是说 你也帅啊 他说 是啊 你可真有福气啊 我被你辛苦了干的恶活了 哎呀 那你不干咋整个家里没整个人干吧 哎 你性格真好 是吧 我性格好吧 也不像你那么暴躁 我不要接 哎 你就天有加速吧 反正我 我没有 嘿嘿 每次呢 我要夸准琳达 我的意思是 我夸夸你夸夸我 对不对 琳达就是坦然接受 并且呢 还要纠正一下 我说的有些不太对的地方 我是会先肯定你 然后再补充你说的那个不足的地方 我不会说 再反过来再说你刺你 也没有吧 就是没有 你就是在天有加速 我可没有 我可没有 平时就是这样的 反正 反正没有夸过我 反正没有倒过来夸过我 我觉得这是一种变相的POA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 在你自己心里脑补得起的确定 我来总结一下 说的这几个事呢 事是这么个事 嗯 但是你这个演技就是一直很舒夸 我没有 本来一个无独轻动的小事 就演的一个就是苦大仇深的那种感觉 他就是也是抓住我的缺点 他就知道我这个人就拔尖 我这个人他就得就是专丢小尖 他呢 就是故意让我不舒服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我们俩的生活有的时候会太平淡了 别忘了 这是我的说辞 这是我的说辞 反正 反正就是跟你说好 刘云南呢 我很了解他 他也知道呢 我很了解他 他得有时候说一些就是其他的话吧 他也知道也不怎么能气到我 就是吗 对对 有的时候就要给我赵个尼小尖 故意气一下我这样的心里就舒服了 就是我们平淡的生活 增加联络 这是我说的的话 反正就也 还行吧 有的时候吧 就真的挺气人的 但大部分还好吧 也就还行吧 那你气人啊 哈哈哈哈 我不气人 其实我很可爱 我给咱们的平淡的生活 拜拜 我说错了吗 你为什么非得纠正我 哎呀 你就让我不开心吧 刘云南 你就让我不开心吧 你就故意让我生气吧 你就赶紧说 我现在就要听你说撒哥那儿 你又说成都热 下门热 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就是总要用夸张的这种方法来仇划我 我没有啊 没有哎 改天我们把这个NG的镜头我单独剪一期 啊能发好多起来 就是我们一期这种 哈哈哈哈 跟低梦一样 有时候说低梦 低梦也这样 哈哈 低梦就是个林达学的 哈哈哈哈 你就说 给我脑灰智的说没了 人家专家都说了 那个名词不对 别说了 林达说的 反正林达说的就是什么脑灰智 他就天天说 你看我多帅 你看我多帅啊 是不是就是给我一种暗示 就是你看我多帅 你长得不帅 哈哈 我还没有 是不是 他两个人都懒 那家里 还能呆得下去啊 这个不是我说的话 你怎么不是你说的 你就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是挺辛苦的 林达其实把日常骂 也没什么大毛病 他呢就是有的时候 脑子有点不太好使 你看他还说我 他怎么 不怎么气人 有的时候呢有点自恋 也不怎么气人